李文出道多年 有过许多经典作品 一直有着正面又充满能量的形象 但近年来却一再被传出 与加拿大吉老公婚变的消息 而且还被诊断出有忧郁症 身形也消瘦不少 让卫界相当当心 没下午日却突然传出律师消息 让卫界相当震惊 王力宏也在脸书发文悼念 他提到自己与Coco第一次相遇时 都是18、19岁的青少年 有一次他们与LA Boys一起去打保龄球 他形容Coco是派对的焦点 每个男生都迷恋他 他有灿烂的笑容 恩人力强烈的笑声 以及超凡的个性 具备了成为未来巨星的一切条件 果不其然他后来被纽约牵下 成为首位进居美国的华人歌手 王力宏也认为Coco是最重要的成奇 很幸运并感激能够认识他 也相信他的精神 他的阳光 会像他的歌声 还有他的音乐一样 在大家心中永不褪色